豆點第一個會跳title 豆點第二個是default 再labs type 那如果說你要 點到type輸入1 這樣子也可以 可是你會發現喔 中間會有這麼多豆點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循序輸入 參數的話 是這樣的做法 可是你會發現 這很多豆點感覺怪怪的 所以你要強制指定 他以某個參數的話 你記得喔 這好像很多書裡面都沒寫得很清楚 你可以 輸入一個什麼 type 冒號 等於 1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type冒號等於1 意思就是說 我要強制指定某個參數 給什麼參數 這個是參數的名稱 後面的話是給他參數的值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我今天 按下 計算的話 剛剛會出現一個叫做 請輸入存感金額 不過 兩者有什麼差別呢 好像剛剛的比較大吧 現在變得 稍微小一點點 不過好像應該也沒什麼影響 反正可以輸入就OK了 那如果你今天當然正確輸入 按確定是不會有問題 可是如果說今天 有人輸入100萬好了 比如說他今天就輸入100萬 如果剛剛按確定會 就當掉 可是如果你今天輸入100萬 按確定的話 他會怎麼樣 不正確的數字 按確定 游標要停回來 也就是說 如果他打錯了 他不會往下 他會停在這個地方 除非他輸入一個正確的 一個數字 按確定 他程式呢 才會往下 OK所以 這個地方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要輸入值的話 我倒是比較建議 你用那個 Application 點Infobox 後面加一個Type 哪一種Type 去取代 原來的Infobox 會 更為 保險一些些 當然如果說你要把它做得更漂亮一些 可能就是要去設計表單了 因為將來也可以 那個其實Infobox 只是讓你簡便 因為如果你不想要設計表單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Infobox 很快就可以有一個 對話的方塊 但是如果比較正規的做法 如果你要輸入的值比較多的話 當然 還是比較建議你怎麼樣 直接再到什麼 這個地方 按下滑鼠的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自訂表單 這個表單意思是說 你可以自己去定義說 你要輸入那個格子 然後一個按鈕讓使用者按下去 可以做底下的事情 但是呢 這種方式 複雜度又更高了 可能要講應該講不完 所以 可能分階段的 這個也許是下個階段要講的 表單部分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自己亂亂看 這個表單其實可以做到非常複雜 甚至做出一個進銷存系統 或者什麼什麼系統都 不會有問題的 那甚至要跟資料庫連結 也都非常的簡單 OK 當然因為 就按部就班好了 如果有 有興趣同學 你自己可以再玩玩看 好像我有貼到 論壇裡面有那個 如何自訂表單 然後跟資料庫連結 那個範例 如果有興趣同學可以自己玩玩看 他其實是可以做得非常複雜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input box 改為input box 那等一下再試一下 如果把 剛剛的這個公式 變成是用函數的話 該怎麼做 畫面先畫給錄一下 試一下